孙中山、宋庆龄与辛亥革命文物图片展 10月11日在辛亥革命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览以武昌起义历史为重点 以孙中山、宋庆龄生平事迹为主线 通过200余张图片、文章、报刊资料和30余件套文物 展示了两位伟人对辛亥革命开创的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贡献 在线武昌起义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 展品中不乏孙中山北伐时绘制的军事地图 以及1930年印发的实业计划图等珍贵史料 展览主要是以辛亥革命的历史为背景 重点以孙中山、宋庆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历史事件 作为和他的生命事迹为主线 然后生动展示了以孙中山、宋庆龄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三区 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贡献 辛亥革命博物馆馆长曹波介绍 该展览整合北京武汉两地文化资源 希望通过这些珍贵文物、史料的展出 与观众分享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的光辉人生历程 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继承光荣传统、弘扬伟大精神 辛亥革命不仅在武汉留下了深刻的城市印记 那么它也是武汉的城市荣誉和城市骄傲 我们这一次也是尝试 这个两地、金汉两地联合办这样一个展览 也是想这个磅活两地的这个文物资源 讲好辛亥革命的故事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个革命先驱的这种 伟大精神 为真群中华而努力奋斗 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先生是公认的一代伟人 革命抗力 首益之城武汉与孙中山、宋庆龄先生 有着紧密联系 据史料记载 孙中山先生曾先后两次访问武汉 并在红楼发表演说 其所著建国方略中 从近代文明发展的大战略视角 对武汉进行了宏伟构想